尽管美国从今年2月底开始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的确涉及到芯片的出口 但是作为军事大国的俄罗斯 真的到了要拆家用电器的芯片 来维持军需的境地了吗 要见证冯德·莱恩所言是否属实 我们的调查先从目标新闻中 最吸引眼球的洗碗机和冰箱入手 来寻找这两种家电所应用的芯片指标 在搜索引擎中 进入冰箱洗衣机芯片 很快就找到一位知识类博主的文章 他称生活中使用的大多数产品 28纳米的芯片就可以满足 包括智能手表 中地段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 空调 冰箱等家用电器 那么军工用途芯片的精度 是多少纳米呢 我们在网络上以军用芯片和民用芯片 区别作为关键词进行搜集 总结出军用芯片和民用芯片 主要有以下区别 首先 二者的精度存在差异 民用市场中 绝大多数电子设备所用的半导体 都是32纳米以内 一些高端的设备 普遍采用的是14纳米 7纳米 甚至5纳米制成的芯片 而用于军工的芯片 普遍在32纳米到90纳米之间 只有极少数情况下 会用到32纳米以内的芯片 其次 军用芯片和民用芯片 在基础制造材料上就大不相同 高性能的军用芯片 基本采用氮化夹和生化夹 而民用消费型芯片 主要还是纯硅机 显然 军工芯片与家电芯片 无论是精度或者材质 都不尽相同 而就制成而言 显然加电芯片更胜一筹 但这是不是就可以说 把加电芯片用于军工用途 是小菜一碟呢 让我们继续深究 那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 是不是这个更高级的芯片 拆下来用到一个 更低端的这个层次上去 就可以放到军事设备上去用了 我们讲二者之间的 偏重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民用芯片 有的时候比如说运算 各方面可能看起来不错 但是你并不能够在军用芯片 所使用的所有环境里面 都有效地运作 我们说军用的芯片 它要求的首先是坚固 耐用 这是它首先考虑 就是你要能够承受 那些极为恶劣的 民用芯片不能承受的工况 甚至我们说很多时候 它是不计成本的这种特性 那么在民用芯片上面 我们考虑的首先是什么呢 成本 我能不能大规模生产 那么我所考虑的是成本和效益 所以你说简单的来讲说 拆下某一个能不能在另外一边使用 这个概念其实是太宽泛了 那么我们只能说拆下来的芯片 很多时候在有些情况下 是干不了均用芯片所做的事情 所以说冯德兰用这种方法 其实是想强调 就是俄罗斯为了使用这些芯片 所以它降格采购了很多这些商用机芯片 它其实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从白色家电上 去拿取这些芯片 这一定程度上是得不偿失的 你要说有没有大海捞针的可能 这不能否认 但是不会有人或者任何一个科研生产企业 去通过这样的手段获取芯片 因为与其从这些已经使用过的家电上去筛选 实验找出可用的芯片 还不如去直接从别的渠道去进口芯片 这个是更合乎逻辑一些 我们说对于整个西方 包括美国商务部长为什么要讲 这个所谓芯片荒对俄罗斯造成影响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为了要给它自己 去组织这么一个庞大的这种禁运也好 或者是这种生产限制也好 去证明我做的一些事情是有效的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之前曾经讲过 美国和它37个盟友和所谓组织 一块所进行的禁运已经起到了效果 这个实际上是给自己表功的一种行为 那么通过今天的见证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有关俄罗斯拆除洗碗机和冰箱抽取芯片 来修复军事设备 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真的说过这句话 所以从新闻报道本身来说 这个消息是真的 但是他说这句话 背后的意义却并不一定是 新闻报道中想要表达的 参照 入证明 在训练